在讲解条件跟假设法之前,老师要做个调整 上个单元的第二题 我已经收集邮票超过20年了 老师写的是for 20 years 这样子是整整20年 如果你要用超过的话,我们要加两个字 超过,英文就是用more tha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那就是超过,已经超过20年了 那么这样才符合我们中文原来的意思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条件句跟假设子句 那么什么叫条件 什么叫假设 条件就是它实现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假设就是实现的可能性比较低 这就是基本的判断 好,我们现在来看它的重要区别 条件子句有一幅带动 假设子句也是有if带动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要概念 第二个概念是 条件它有可能实现 前半段 这个条件子句我们要用 现在是代替未来是 后面主要子句用什么是 未来是 所以有一个will 那假设子句呢 为了要区别这两项 所以假设子句 这个用过去式 就表示假想的 实现可能性很低 那右边的主要子句 就是一样用过去式 用would的 quid的 这个是过去式的助动词 加圆形 一样还是属于过去 这个是它的基本概念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 If you eat hamburger often 如果你常常吃汉堡 你就会慢慢的 渐渐的发胖 这个 这句话内容实现的可能性大不大 很大 真的很大 所以呢 我们就是条件子句 前面用现在是 有没有看到 it 后面用什么是 未来是 will be getting fed ok 那第二个句子 是说 如果我是你 可是我是不是你啊 不是啊 所以这就假想的嘛 假想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变过去式了 If I were you 逼动词 假设法逼动词 一律是用were 我就不会让老师生气了 你看 前面过去式 后面主要子句 也是用过去式 用wouldent 过去式的助动词 再加make原型动词 好 ok 我们来看 翻译三题 第一题 如果常使用塑胶带 这是条件 他们 主词 那么 将造成 将造成就是动词 污染就是受词 我们现在这个可能性很大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叫条件子句 先把前面写下来吧 if 主词 谁 补上主词 因为条件子句 跟假设子句 一定有主词的 补上were 代表全部人 如果我们 使用 塑胶带 塑胶带是 plastic bag 经常 offen 这就是前半段 后半段是 塑胶带 用d 来代替 de 未来是 cause plution 这就是 很 精简 二要的 一个答案 前面用 现在是 后面用什么是 未来是 我们再看第二题 如果你听我的话 这就是 假想的 如果你听我的话 你就不会犯错了 有没有听 你没有听 所以你有没有犯错 有 你犯错了 这就是假设法 所以前面是 假设 后面 也是用 过去 前面过去 后面都是用过去式 现在我们把答案给它完成吧 if you 听我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 listen to me 但是一般来讲 听我的话 我们常用的是 接受我的劝告 英文就是 用这个 took my advice 来做 翻译 听我的话 took my advice 前半段已经 讲完了 后半段主要值句 一样用过去式 配合 你就不会 you wouldn't make mistake 好 错误可能很多 要加s 所以这个就是 表示假设的 过去 配合 过去 再看第三题 如果我是 什么 天使 我会带给世界和平 我是天使吗 不是 那么我是凡人 那我能带给世界和平吗 不可能 所以这就假想的 两边都用过去式 ok 这样就很清楚了 前面条件子句是 if i word 这个假设法的 逼动词是 一律用word的 口语上可以用what w-a-s 但是 原则上 我们正式的翻译 都是用word 天使 an angel 因为天使是母音发音 所以用an 完了 后半段写主要词句 我会 i would 再加原型动词 bring 带来 带来什么 和平 peace p-e-a-c-e 那带给谁 to the world 带给这个世界和平 所以它的翻译就是 我 会带 好 和平是授词 给世界 就是偏语 ok 这个就是 条件 跟指 这个 假设 容易混淆的一些 现象 老师就很清楚的 讲解到这个地方了 记住 要从句子的内容去判断 听所有的 我会判断